货车好端端开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一辆工程车从右前方路间 直接切进来 货车驾驶健壮 赶紧减速闪避到中线车道 没有想到货车才刚刚开过工程车辆旁 工程车又突然加速 车头刚刚超过货车 就直接的往内线车道再切进来 货车驾驶吓得一边紧急煞车 一边闪进内线车道 仔细看当时工程车硬是要逼车切进来 货车车头差点就被工程车后方的防撞设备扫到 车速已经从原本的将近100减速到剩下20公里 但工程车夸张的行径 还是让货车驾驶气得火冒三丈 我是觉得算恶意逼车了啦 因为他当时车窗也摇下来 就一直跟我比说他要切进去 可是我当时的车速 我没有办法这么快减速下来 如果说今天发生意外 那说实在那不知道算他的还算我的这样 这起工程车逼车事件 就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琼林路段 国道工路段委外包商 完全不管其他正在国道上行驶的车辆 还恶意逼车 但警方却说他们执行公务有行驶的优先权 警方也莫可奈何 我们会请主管单位公务段 加强委外厂商的教育训练 及督促外包厂商 以免在排除障碍或是掉落物 及执行公务的时候 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 警方表示除非包商的车辆 因为明确的疏失 导致事故发生 才会有相关的责任 但再看看工程车 危险逼车的驾驶行为 还差点造成严重车祸 若这样的行径 还说是有道路优先权 恐怕没有人可以接受 记者林中正和蒙前聊一致 桃园新竹报道 杨前一样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